井囊有妙境 照顧南谷南 我阿嬤剛開始 這個失智症狀況的時候 那時候 我還沒有認識基金會 所以我們那時候還不知道是失智症 我們那時候都認為阿嬤撞邪了 就是因為她整個性格很大的改變 晚上不睡覺 然後穿著很整齊 說她要去睡頭 然後那個我表姐就說 阿嬤阿嬤 這樣我們先睡 阿嬤就說很堅持要坐飛機去高雄洗頭髮 然後說 你先睡 明天我們再去高雄洗頭髮 然後就安排她睡覺 然後阿嬤就說 這個航空公司的宿舍很漂亮很穩幼 就是這樣誤認 然後其實都像我她也是 我們現在都會說 阿嬤你知道我是誰嗎 她叫我誰有沒有 她說 我知道啊 阿嬤都會 她其實名字記不得 但只好記得我的是導演這樣 那我覺得 其實剛開始 剛開始不了解的時候 真的覺得是撞血 真的覺得是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然後 甚至是 可能求神問補啊 或者是什麼的 可是其實 真的開始了解是 阿嬤默症是失智症 然後 開始 譬如說 之前有很多的資料上網去瞭解 才知道說 其實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照顧跟面 發生了一些 照顧 辭職老人的一些 都是男性的一些悲劇 那 在我們 今年 就是過去一年 一百零二年 我們 寄詢的電話 一共收到 差不多一千七百多通 那裡面 打電話來的 大部分 都是女生 男生 只佔了百零三十 好 那 這個 我們也辦了 好多好多場 這個 自身的 家族照顧訓練班 來參加的 也只有百分之二十是男性 那 剛剛 這個新聞的話 發出 發生一些悲劇的 就是男生 那我們 所以 今天我們特別 就想到 欸 男性照顧者 是不是因為 自己的個性 或者是說一些 特別的 在 比較 不 不太 不太 想到要求助 或者說去問 那我們 今天 就是呼籲大家 這個 不管是 你是男的 女的 就 碰到家裡 有 有這些犧牲的 那些 長輩的事情 都應該要 那我們今天是 特別是 針對 針對有十二個 這個 最長 最能夠幫忙 我們 照顧者 怎麼去 面對 一些 不同的 症狀 或者怎麼樣去 尋求 或是怎麼 認識實質症 好 那我們 這樣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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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囊的 手冊 應該是可以 提供很多的幫忙 好 好 謝謝 謝謝